嗨我是兜哥 這次我要去遠旅 所以沒寫稿 本來想說要休息 那好像不久前才休過 再去下去應該會被不同靠北 所以我決定拿拆炸影片 來回覆一下觀眾留言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如果有些口誤或語弊 就請大家見諒 我看有些留言蠻有趣的 很多人是在問購主 這個其實我不是很想放上來 因為我這個是特化在特化 沒什麼好參考的 不過因為有些觀眾問題 需要用購主來解釋 所以我還是放一下 我會門導彈是抄那套ABC核斯 那這次為了跟蔡拉交流 所以我就帶解場 沒有帶干擾 蔡拉股頭就放給他玩 看他怎麼表演 再抽 所以我拿掉ABC 拿掉核武斯 那手坑也全部下掉 那這些多出來的空間 就全部塞在導彈本家的卡片 把導彈的能度打高 所以主牌組就變成 純導彈娛樂牌組 那為了做出效果 我有放一些奇怪的黑科技 這個後面會展示 反正大家看看就好 我看的想法比較單純 我想說沒有手坑 那強度應該會掉很多 但我後來發現 其實帶手坑 好像還沒什麼機會可以丟 所以我把手坑拔掉 然後提高本家的濃度 反正是降低導彈卡走的機率 那個台語叫什麼 怕連卻不連都用 那配置是這樣子 導彈三兄弟 小黑 小黃 小綠 小黑小紅小綠 這邊放兩套 然後小紅 小黃跟小藍各三 小黃可以特招手上附出的導彈 那是導彈的關鍵特招點 可以拿來湊場值 那小藍的話是被戰破 可以檢索兩張導彈卡 那怪獸、魔法、陷阱都可以抓 所以強力檢索 直接下散 然後是小粉紅 放這裡 他送目雙方抽一、死一 那這個效果沒有說太有用 所以就放一張精神象徵 再來是龍魔刀守護者 這邊放三張 他效果是捨一張手牌 然後檢索龍合 我這張牌可以抓的龍合有龍合 大龍合 然後簡易龍合 那龍魔刀可以丟任意的卡片 去撿到這些龍合卡 那我比較希望他丟到的是魔術 魔術被丟掉的話 可以檢索導彈三兄弟 就可以直接抓小黑、小黃、小綠 那直接就一套 那這邊因為抓了龍合 然後又丟魔術撿了一套 所以就可以直接出導彈黃 那後空的話就可以出奇梅拉 不要注意啊 大龍合神龍三隻 不然龍兩隻 我太久沒有人龍合走 難聽第2號打錯 那我那個是真正打錯 Berry是做效果 導彈王國 這個是導彈的家 他捨一張導彈 可以復活一張導彈 然後另外就是 當場上有導彈怪獸的時候 那全場怪獸的攻守會交換 那基本上這套導彈 就靠這張卡的輸出 他可以讓小導彈變成1000 然後騎士的話是2500 導彈王的話是3000 雖然攻擊換完之後沒有特別高 但對方通常手背也不會太高 那導彈這個情況下 但是有機會可以突破對手 導彈三角颶風 這個是導彈的絕殺 當場的導彈三兄弟 小黃小綠小黑 那就可以炸對上全場 那要湊齊這三張的方法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導彈小紅 小紅在通罩的時候 可以從鼠白跳附屬的導彈 那就可以出三兄弟 或是透過三谷地帶 三位一體 或者是導彈二人組 這些也可以去湊到三兄弟 總之要湊三兄弟不算是太難 睡衣派對 主要會用到他的儀效果 檢索一張導彈之後手牌捨一 張卡可以用來抓關進單卡 那說不可以把一些有目的效果的卡片堆下去 有一些像是導彈二人組 或者是三位一體 那先來講導彈二人組 導彈二人組基本上會用到他的二效果 就是把他從目的移除 然後可以從台主跳兩張不同名的導彈 那是強力特招點 再來是三位一體 張卡效果高手進界 我放開心了 印章中久開到一次 主要是因為菜喳有在防我的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需要我方的資源比對方少殘開 那菜喳就會一直用效果讓我抽海 不好意思啊 謝謝 導致我資源比較多 所以我的一效都開不出來 那二效到時候開過幾次 當我們場上有三兄弟 然後可以把三位一體從目的移除 然後可以蓋一張技術三兄弟的模線 那這邊可以蓋的就是 三角颶風或者是導彈魔術 那剩下的模線就是一些泛用的檢索啊 像是直修戰 山谷地帶 腹杖 輪迴載射機構 場船之類的 這邊就隨個人的喜好去調整 因為我比較特別的是有放連線位置 這張是我放來做出效果的 那只放一張 我的預期是 先光佔一張導彈 然後開場地工作交換 然後再拆炸回合開連線位置 之後就開始解釋 無線loop 跟他說哪個訓練怪獸你不能召喚 不然就會破壞平衡 不過比較可惜 我們打十幾場都沒有開出來 那最後是討論比較多的額外 很多車額外很過分 沒關係我們一張張來 導彈騎士 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必放 2500 然後鎖兩個 導彈王 這個也是一樣 必放 防三千 然後鎖三格 始祖龍 這個稍微強一點 但也還好 他是用兩張通怪去融合出來 他重點是他很扛 他不受效果怪獸的影響 然後也不會被效果怪獸戰破 對我們一些牌來說很強 是怎麼樣都解不掉 不過對毒物牌來說 他就只是一張陽青企業白板 奇美郎 好吧這個稍微強一點 不過他是必要的幾張手段 所以我放他問心無愧 再來是同步次元 同步只帶一張 混沌雙一 先不要解吐槽 雙一在這套牌其實不好出 理想是用導彈王加小導彈 6加2加2 這樣去出 或者是導彈王加守護者 光暗6加4 不過他跟龍活者相信不是很好 像是導彈皇帝 守護者 都只能出龍和怪的限制 所以如果出這些東西 就不能出雙一 所以我那天雙一都沒有打出來 這邊我看到有人說 放奇美阿 天庭號 這是不是太狠了 那我這邊跟大家澄清一下 其實我還有放雙一 接著進入超量次元 河童 河童有一個河木效果 怪獸戰鬥的時候丟一手 這回可以保怪獸不會戰破 然後不會受傷 我會放河童是因為 菜喳他自己自爆 他說他是賭博牌組 那我的預期就是 他會放自身 所以我就很怕他很歐 硬幣都正面 讓只能攻擊報仇 所以我放一張河童來扛 想說河木可以扛一下 不過我們看最後剪出來的結果 就知道 是我想太多 你真的很倒楣 是啊 我都說了 我是絕望的倒楣 因為河童效果需要丟手牌 所以也可以丟我們剛才講的 導彈的魔線 像是魔術啊 雙彈組之類的 因為河童還有個效果是提升攻守 手臂最高可以加到3000 那如果配合王國攻守交換 就是把3000防轉成3000攻 就可以打河童鐵拳 硬邦邦 這個出場蠻多次的 選他的理由一樣是手臂很高 那遇到王國就會屁股變拳頭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硬邦邦 這個被剪出來 然後打完後轉天庭 那這段就有觀眾說 偷偷放水 說有人很好沒有出書袋 那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沒有出書袋是因為 我沒放書袋 我想說一發天庭就很過分 所以就沒放 那書袋位置就再放一張硬邦邦 基本上我都是硬邦邦 我不相信 除非我看到 硬邦邦本身就是早期導彈會放的東西 主要就是他屁股搭 一體硬邦邦是單體2200 那如果佔兩張就是全體加800 2600 那小黃一圈就會是1800 可以增加導彈回炸機率 那最後是連結的部分 導彈皇帝 皇帝這個就本家怪獸 沒什麼問題 所以放兩張 另外是椒之棉 這個主要效果是來湊場值 另外就是招牌有融合同步超亮 所以有機會觸發複數的效果 好啦再來是討論最多的兇鳥 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導彈全家都受阻 然後又很容易刷場值 所以這個不放兇鳥是對不起自己 而且你們看喔 奇美牙是破壞 然後雙翼不好出 然後天庭我已經有一發 那不就還好我放兇鳥 不然導彈要怎麼拆世界神 另外解釋一下 有人說我人很好 歸放水出兇鳥 沒有用小葉拆世界神 我想說的是你們可能都會看 那時候其實已經進斬殺 出兇鳥的拳頭會贏 那如果出小葉就不能斬 那才是真的放水 那這套大概就這樣 否菜喳交流用 所以大家不要抄 要抄的話去抄 ABC核武士導彈 我發這套出來只要回覆觀眾的留言 然後也順便記錄一下 提醒自己 大龍河 你一定要龍善章